1992年南斯拉夫 战争爆发前 田野呈现着无限的活力与生机 一个大爷正在呼唤他的驴梅丽莎 他要运送棺材 但梅丽莎不愿干活 邮差的代步车划过铁轨 差点撞上挡路的梅丽莎 能不能管管你家的蠢驴 大爷表示没有办法 梅丽莎正在伤心 他为爱情苦恼 想站在这被火车撞死 火车?铁路都没修好 哪有火车呀? 此时塞尔维亚工程师卢卡 正和妻儿共享天伦 为了修建铁路 他带着全家住在乡下 儿子米罗热爱足球 梦想成为全职运动员 妻子加德兰有一副好嗓音 擅长歌剧 可他不知道 艺术家妻子在这快憋疯了 儿子也整天和一些不靠谱的朋友 嬉笑闻闹 游手好险 但修铁路是他最热爱的事情 他每天最大的精力 都奉献给了工作 这不 卢卡正和投资人侃侃而谈 介绍铁路性能 着急的邮差跑来 寻求卢卡的帮助 两人活急活了地赶来 这驴还隔着伤心呢 硬拽是拽不过去 卢卡吹起的口号 这才把梅丽莎送走 回到家 卢卡和儿子正为棋盘争论不休 屋子里的加德兰 正因苦闷而痛哭流涕 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嗓子也因尘土而变得干涩 很快加德兰被送到了医院看诊 状态癫狂的他一把被卢卡抱住 这温暖的场面被楼上两个护士看在眼里 木族女孩萨巴哈对卢卡的温柔体贴很是心动 姐妹敲打他 这男人不是穆斯林 萨巴哈却认为这不重要 爱情来了挡都挡不住 刚下楼的萨巴哈打老鼠时 不小心坐进小推车 撞到了卢卡 两个人紧密地躺到了一起 任由萨巴哈紧张又甜蜜 卢卡还是一脸懵 他可没想过这个 晚上还有儿子的球赛呢 然而球场上米罗表现不佳 急得加德兰直往前冲 卢卡没有拦住 他已经遇见妻子要做什么了 果不其然 他对军官裁判又是扰乱心智 又是唱歌攻击 旁人远看 又是青脸又是贴耳的 不禁嘲笑 母亲为孩子牺牲真大 多亏米罗争气 自己拼实力赢得了胜利 之后 卢卡等来了他盼望已久的好消息 铁路修好了 火车也能通行了 唯一让他有点尴尬的是 妻子在典礼现场卖弄了尬物 而现在 这家人又同时接到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米罗被足球俱乐部录用了 而在萨拉热窝 穆斯林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三个民族即将开战 米罗也收到了一封入伍通知 送别的宴会上 卢卡追问军官朋友 战争到底会不会打起来 朋友说 这都是可控范围 不会打起来 卢卡哪里知道这些话有多信誓旦旦 他只是放下了心口的大石头 让儿子放心入伍 出来踢球 这可静默的妻子已经跟一个匈牙利男人没来眼去上了 全场洋溢着欢声笑语 全然不知 这是最后盛大的欢愉 一觉醒来 加德兰已经跟着情人私奔了 米罗要去入伍 最不舍得 当属跟着他跑了一路的小狗 最后 卢卡也来送别儿子 米罗走得仓促 落下的钱包 卢卡特意给他送来 这离别的愁绪 还没来得及消化 回到家的卢卡就看到了新闻 南斯拉夫内战真的爆发了 对战争的担忧 令卢卡忍不住追赶军车寻找米罗 一无所获后 他干脆住在铁路旁的邮差家下棋 好消息传来 米罗被准许先回家休息 当卢卡气喘吁吁地跑回家 米罗正躺在床上抱着狗熟睡 父亲慈爱地给儿子盖上被子 但这短暂的一夜过去 米罗还是返回的战场 不久 邮差告诉卢卡 米罗不幸被牧族军队俘虏了 卢卡急得抓耳挠腮 直接闯入军官朋友的办公室 朋友先是严厉直出 站着的可怕与不公 又安抚卢卡 米罗那么强壮 一定还活着 先后妻离子散 卢卡郁郁地走在自己修建的铁路上 一瞬间他几乎想过卧鬼自杀 当天晚上 士兵朋友在门外激动地呼喊他 卢卡探透而出 却在卡车上 看见一个被俘的女人 朋友说 她是牧族大人屋的女儿 我们正好可以用她作为人质换回米罗 意料之外的卢卡 被迫接手了这个女孩 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她竟是医院里的那个女孩萨巴哈 尽管还在雨中冷得发抖 可一对上卢卡的眼神 萨巴哈脸上的笑容就洋溢开来 就是这种信赖 让善良的卢卡奔入雨中 给萨巴哈披上了外套 走进屋内 战争的委屈 让萨巴哈忍不住哭诉起来 他的男同事被枪杀了 而他又莫名其妙被抓住 闭上眼那刻 他觉得自己已经完了 见萨巴哈哭泣不止 卢卡忙给他烧热水安抚他 萨巴哈却突然庆幸 自己运气好 遇到了卢卡 怎知 卢卡看到他就想到了被俘虏的儿子米罗 他有些无措地叫上他的狗 回了房间 寂寞的房间 寂寞人和寂寞狗 卢卡远远望了萨巴哈一眼 忙收回了眼神 这份打量 把萨巴哈看得有些害怕 裹着被子要去另一个房间 打雷闪电中 断电了 战争时日 宫电站经常停电 两个男女各自在黑暗中独处 却纷纷心缘一马 既慌张又期待会发生什么 连火约的猫狗都为他们着急 不知不觉间 萨巴哈一觉睡到了天亮 第二天 卢卡殷勤地给他端来的早饭 又撑伞送他去洗澡 他的心中 仍对用萨巴哈换回儿子米罗怀有期待 萨巴哈打量了卢卡家中的装潢 还有墙上加德兰的照片 心中对这个男人有了更多认知 随后在萨巴哈吃饭时 卢卡坦白地要和他做个交易 他优待他 然后让他给家里写信 作为人质交换 换自己儿子回家 萨巴哈若有所思地听着 点点头 把没说口的反驳 咽进了肚子里 他本就对卢卡充满的好感 如今能留在喜欢之人的身边 日子反倒过得很享受 就连看新闻 也能开开心心地给卢卡擦地 不一会儿 邮差来找卢卡 当他听说 卢卡既不捆绑这个敌人 也不收起刀子 不禁对他翻了个白眼 战争之下 卢卡仍以赤子之心对待他人 可邮差觉得 萨巴哈很可能在睡梦中 割断卢卡的脖子 毕竟在战争里 敌人很擅长怀柔政策 但萨巴哈 显然在卢卡家里 过得闲散舒适 自顾自就去洗澡了 卢卡回头 发现他自作主张 穿上了妻子的外套 别愤怒地冲着萨巴哈吼叫 谁允许你穿他的衣服了 他粗暴的动作 严厉的语言 吓坏了惊慌失措的萨巴哈 可谁知 过度直男的卢卡 没有怜向西域 直接拉扯萨巴哈 动手要把妻子的衣服 从他身上扒下 越说越上头 他从衣柜里 刨出自己的衣服 狠狠威胁萨巴哈 再碰他的东西 我就杀了你 我把我的衣服给你是干净的 邮差看不过去的 插话阻止卢卡 他不理解 卢卡为什么要对女孩子这么穷 卢卡心中的委屈 接着愤怒全部爆发 他觉得萨巴哈心里 还想着穿得漂漂亮亮的 而米罗 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这一点都不公平 傍晚 漫漫不乐的卢卡 在屋外荡秋千吹笛子 对儿子的思念 让他压抑不已 接着 米罗以前爱踢的那个足球 忽然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卢卡忙去追赶 不许滚上山坡 也要抱住那个球 他无助地捂住球 忍不住哭了起来 另一边 萨巴哈偷偷观察 卢卡的火车模型 他天真地看着 小火车驶入隧道 正入迷 突然闯入到卢卡 拿了些衣服对他说 这是我嫂子的 看看合不合适 萨巴哈一脸的开心 盲目跌地就换上了 他的少女心正爆棚 却猛不丁听见卢卡问他 你有男朋友吗 萨巴哈害羞 又充满期待的反问 为什么问这些 卢卡说 他已经好久没跟女孩约会了 这种试探 加深了这对男女的好感 屋外传来的一阵喧哗 卢卡和萨巴哈探头 原来那些爱国商人 坐在火车上进行表演牟利 这让卢卡知道 他该把自己的铁轨封掉 不该使他通行 他就是这么理想主义而忧正直 夜晚是那么冗长无聊 卢卡和萨巴哈隔着房间聊起天来 炮火接连轰炸了几下 萨巴哈请求他继续说下去 但轰炸没停下的意思 炮火震得萨巴哈的房间一直抖动 他很害怕 想去卢卡的房间 得到卢卡的应允 萨巴哈马不停蹄地奔向卢卡 他只是想 靠近这个男人距离近一些 卢卡也默许着感情的加温 屋内是冷清的孤男寡女 屋外是连天的炮火 四目交汇中 两人躺在了一张床上 恐惧 灭碗 呼吸 都成了荷尔蒙的发酵剂 欲说还休的两人 没忍住发生的关系 很快 邮差闯了进来 告诉他们 莫斯林打过来了 萨巴哈不愿丢下卢卡 希望陪着他同生共死 村里有个妇女要生了 萨巴哈前去给他接生 他站前始终是护士 专业水平差不了 第二天 他欣喜地抱来孩子给卢卡看 为了感谢 孩子的父亲 还借给了萨巴哈一把剃刀 萨巴哈注意到 卢卡的病角已经很长了 他要给他修理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卢卡认真地表白心计 你渐渐占据了我的心 要是和你分开 我该怎么办 萨巴哈不解 为什么分开 卢卡只好说 因为人质交换 萨巴哈瞬间变了脸色 不是伤心 而是因为自己的欺骗 他支支吾吾的坦白 自己并不是母族的高等家庭 爸爸已经退休了 也不是高官 卢卡一听 愤怒至极 则问他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萨巴哈解释 他根本什么都没有说过 是抓他过来的士兵 误会了他的姓氏 得知可能换不回儿子 卢卡瞬间夺梅而出 他既愤怒又伤心 萨巴哈跟在他身后 不断道歉 可这道歉苍白又无力 卢卡甚至对他说 你自由了 可以走了 被抛弃的女孩 出气不止 他舍不得离开情人 转身的一煞 又紧紧扑到 卢卡身上抱住他 可卢卡 还是狠心 撇下他走了 萨巴哈奋力追了过去 沿途都是 卢卡留下的痕迹 他挂的衣服 袜子 指明了他所在的地方 萨巴哈一件一件取下 奔跑着找到了卢卡 他躲进了 他父亲的小屋里 但仍袭击着 恋人的寻找 双方在这段日子以来 产生了深深的眷恋 他们发疯似的 拥抱彼此 亲吻彼此 天地悠然 万物生灵 都见证了 他们的热烈纠缠 日子没太平多久 军官朋友找上卢卡 他们谋杀了赛族 强制征用土地的官员 这次谋杀 令卢卡发了高烧 在噩梦中 他脑海里都是儿子米罗 他想念他 但这段时间 又忽视着生死 未卜得他 所以高烧让他 陷入到迷糊的幻境 天上的他 选择得和萨巴哈 长相厮守 地上的他 选择得儿子米罗 做一个好父亲 或许只有做梦 有些事 才能两全吧 某天 尤差兴冲冲地对卢卡说 加德兰回来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萨巴哈慌忙地 穿上衣服躲避 加德兰 理所当然地 以女主人的姿态自居 他发现了萨巴哈 贪汶丈夫和他的关系 尤差一脸看热闹 不嫌事大 告诉加德兰 他本来是换回米罗的人质 但现在 他们日夜都在一起 三人行 必有一人多余 两个女人很快大打出手 这让卢卡左右为难 一个是背叛他的妻子 一个是如今他深爱的女人 该选择谁 那还用说吗 被推出屋外的萨巴哈 看到卢卡关上了门 便痛哭流涕地走了 殊不知 卢卡只是把 癫狂状态的加德兰捆到了床上 然后就迅速出门 吹到萨巴哈 拥抱了他 军官朋友说 卢卡的儿子要回归了 按照俘虏交还名单 萨巴哈得还给穆斯林 卢卡一听万分不舍 拉着萨巴哈的手就要私奔 但伏击的穆军 可不管这是什么 罗米欧与朱利耶 毫不犹豫地开枪 设计的萨巴哈 卢卡帮萨巴哈包扎 然后用雪橇车带他去医院 医生要输血时 卢卡毫不犹豫地献血给他 他不断畅想 两人的未来 希望能唤醒萨巴哈的求生欲 可苏醒后 萨巴哈就被还给了穆军 米罗也因此被释放 抱住思念已久的儿子 卢卡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他的心中 已经被失去萨巴哈的悲伤所占据 卢卡一家三口团聚了 他散落的家 聚在一起也没了从前的温馨 卢卡坐着代步车 划过铁轨散心 前方是轰隆的火车 他干脆扶在轨道上等待碾压 知己所爱 活着也没有意义 怎知火车戛然而止 因为那头驴子梅丽莎 停在路中央挡住的火车 卢卡心中一热 抱住的梅丽莎 他仿佛看见 梅丽莎载着他和萨巴哈 奔赴美好的将来 这是他的奇迹 也是他活下去的动力 生命是个奇迹 是电影大师 库斯·图里卡的代表作之一 他以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 幽默的台词 另类的视角 结构的剥黑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 因为战争 一个家庭四分无裂 各族同胞互相屠杀 相爱之人 要注定相离 他以温馨快乐的故事节奏 延展出了对痛苦家园的追忆 以个人不幸遭遇的叙事 撑起了大时代背景下的悲欢 即使卢卡在最后 怀着希望活下去了 但他和萨巴哈的相见 却因已知的历史 而变得微乎其微 只是 他们在战争中 阴差阳错的同属屋檐 爱上彼此 就已经是彼此人生 最大的光亮与奇迹了 就算没有以后 就算现在是终点 但生命中出现过一瞬的绚烂 就已是 这死难忘的美好经历了 好了 这里是老姐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